联利L216这个机箱噪音大不大 开始我觉得挺大 后来觉得不大 这个视频讲一下 这个机箱前面有两个16厘米的大风扇 速度是500到1800 后边有一个小风扇14厘米的 这三个风扇都是PWM 现在还没开机 我把这个麦克风放在这 开始启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 但是现在声音已经变小了 已经进入系统了 算了我直接说答案吧 首先在不调BIOS的情况下 声音是很大的 风扇基本都是满转 但是稍微懂点电脑的同学都知道 进入BIOS 我这是微星的B660M迫击炮 可以在机箱风扇上打开PWM 因为机箱自带的极限器 它都是4帧的支持PWM调速 调速之后 我觉得声音还有一点大 我就给它手动下调了一下 具体调整方案如图 这样可以确保它以最低的速度运行 大概五六百转 但是当我写文字稿的时候 它还是声音很大 比如说现在 后来我还到京东的这个产品评论区看 也说声音挺大的 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机箱 特别是这三把扇子是有问题的 另外这个16厘米风扇还不好配 我也挺纠结 但是整体这个机箱还是挺好的 下面直接公布答案 其实并不是这三把风扇的问题 也不是这CPU风扇的问题 你们可以试一下 手动把这个CPU风扇给它停转 看看你听了这个沙沙的声音 沙沙特别细的沙沙的声音有没有 还是有 我把后边这14厘米的风扇也给 按停转了 也有这个沙沙的声音 我把这个前面把盖先给它抠开 然后把这个两个风扇给它停转 这个沙沙的声音还有 这个沙沙的声音是什么呢 特别讨厌 之前我那个机箱是没有的 换了连列216才有 告诉你们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 两块3.5寸的机械硬盘 因为每次开机 这两块硬盘它都会运行 机械硬盘有两个声音 一个是它这个马达 它一直在转 这个转就有声音 还有一个是咱们在读写硬盘的时候 那个嘎啦嘎啦嘎啦 那个声音 那个是比较刺耳 那个声音比这声音还要大 但我之前那个机箱 怎么没有这个问题呢 看过我之前那个视频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我那个机箱这个侧板啊 它是封地式的 但是L216呢 它这个侧板 这是进封的 全是小眼 所以说这个硬盘的声音 可以很直的就出来 到达我的右耳朵 很讨厌很烦人 这是一个物理障碍 没办法解决 要不就把这个机械硬盘关掉 要不就拆掉 要不就忍着 或者放着音乐给它盖一下 后来我上网找办法 还真找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系统里边有一个叫电源什么方案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平衡 第一项就是硬盘休眠 我这是Windows11 默认是20分钟 然后我给它调成了10分钟 10分钟如果没有进行读写磁盘操作 它就会停止运行 它马达就会归零 当我设置了10分钟点一下应用之后 整个机箱特别安静 首先硬盘那个嘎嘎嘎声音没了 后来声声沙沙的声音也没了 只剩下这几个风扇前面两个大风扇后面一个14厘米 我还有一个12厘米的响卡风扇放后面 还有CPU两个风扇 因为我这个响卡风扇是自动起停的 没有声音 电源风扇也是自动起停的也没有声音 还是挺安静的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你一定要多准备点这个固态硬盘 比如说系统我装到了C盘固态硬盘 游戏我装到了F盘也是固态硬盘 像Alfred软件 浏览器软件 还有音响笔记什么的 我都存在了C盘 也就是说平时这个D盘E盘两个机械硬盘 纯粹做存储 平时应该用不到 除非有一些流氓软件 它去搜索去检锁 我这个Windows11它检锁的时候 我也不让它检锁D盘和E盘 这个机箱会安静很多 所以说这个视频我要澄清一下 定不是说这个机箱风扇造影大 而是机器硬盘的过程 你们回去可以测一下 千万不要低估机械硬盘的威力 它除了有嘎啦嘎啦的声音 还有这个沙沙的这个声音 非常讨厌 现在这个沙沙的声音就是机械硬盘的声音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